老闆 这个怎么卖啊 8800 多少啊 8800 8800 嗯 有点不老实了你啊 有点不老实 我怎么感觉你飘的呢 发不发吗 你发 我不发 我发就行了嘛 你就发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让我发点吧 让你发点 1500 不行 太过去 太离谱了 那这样吧 差太远了 1680 一路发 是跟你一路发 你要成心要的话就5800 我自己发 成心要5000发 嗯 我自己发 这个很多帝王烈哦 你好好看看我还5800 这么好料 我跟你说语文不知 烈了 新的 怎么这么黑啊 比我衣服还黑啊 黑多了 给你一个最高价 看能不能卖行不行 你说我听没有 2000 靠补波 你要这么黑 你要砍价砍 这一丢就行了嘛 心里各顿各顿的 我都要你赚钱 你还不卖 那我放下就没人卖了 我跟你讲哦 卖不卖嘛 你快走吧 快走吧 我走了 哈哈哈 我不喊你 来 卖一个嘛 你要是不卖的话 放在这里没人卖了 行 我很允许卖给你一个吧 哎呀 这才是嘛 来 感谢老板哦 下次还来找你哦 行不行嘛 你别来了 我不喜欢你啊 人家砍得太狠了你啊 料子我们已经拿过来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料子的一个细节吧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块料子 这块料子它纹裂多很多的帝王猎 而且还带皮 存在一定的毒性 它的毒性是非常强的 但它呢满底色 打针之下呢 这一块的肿选还是可以的 我们就取经不取大 就取这一块来做一块牌子 来 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适合了一位宝宝的 小童你好 我和我的媳妇结婚三年了 一直都没有宽散孩子 后来去检查了 才发现媳妇身体有些缺陷 求子之路异常的艰辛 我和媳妇挣扎了很久 也商量了 我们不强求要孩子了 一起养两只猫 自由写意的日子也是不错 我知道她的内心还有内疚 我就想顺一件挂件也是告诉她 我娶的是她这个人 孩子无所谓的 题材你帮我想想 预算在三千左右 货我们已经骑好了 这个料准是两千拿回来的 本来以为这个料准是买亏了 真的想不到这个奇怪有这么大的精细 现在我们就两千就出给这位粉丝吧 来呀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这件满色挂件 翘色巧雕 莲花鲤鱼 取名为喜成年礼 在天愿作笔意料 在地愿为连礼之 祝福你们不渝的爱情 有时候圣其自然 或许困扭暗花明又易存